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叫花鸡 叫花鸭 甚至有的叫花猪头 叫花鸵鸟腿 但是呢 叫花海鲜你们做过没有 我就买了点海鲜 当然这个螃蟹不是海鲜 还有这个小螺蝎 今天咱们就做这个叫花海鲜会 我们要吃就吃这种原汁原味感 可以 别跑 叫花海鲜小咖 没有锤子 我这生蠔带着塑料呢 不要带细节嘛 OK 看着还不错 叫花海鲜大咖也好 小咖也行 反正呢 做熟了 我发现啊 就是外边涂蹭泥 它做起来非常的嫩 不管多长时间 糊不了 来点辣根 这一只 先拿个葱子 不蘸东西是啥味都没有 因为这个海鲜我没有腌 我就喜欢蘸这个吃 但我觉得这个生蠔呢 估计小了 你看看看 生蠔不能放在这里边 大聪明 大家都学废了吧 我劝你们别做 其实这个蒸海鲜差不多 你还要废得劲 干嘛呢 我就为了守这点泥 拍的这期视频 挂了吧 兴敬个赞 哦